朋友的秘密 幼儿园里,小动物们要午睡了。 猪小弟睡在小狗拉飞的上铺, 小狗拉飞睡在猪小弟的下铺。 时间一纷纷地过去, 不一会儿小动物们一个个都睡着了。 猪小弟也睡着了, 他正在做梦, 他梦见自己吃了一个大西瓜, 不一会儿他就想小便了。 他来到厕所, 哭啦啦就小便了, 小狗拉飞先是睁着眼睛, 慢慢地合起来, 刚要睡着就感觉滴答滴答滴答, 什么东西往下滴呀? 呃,是尿, 猪小弟尿床了, 小狗拉飞心里响, 并没有说出来。 猪小弟,猪小弟, 快醒醒。 怎么了,拉飞。 小弟,快起来, 你尿床了, 尿都滴下来了。 真对不起, 拉飞, 你不要告诉别人好吗?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放心吧, 不过, 你得去告诉山羊老师, 让他给你换一条干净的裤子, 不然, 湿湿的尿, 哭在身上多难受呀。 山羊老师把猪小弟带到教室里, 为猪小弟换上了干净的裤子。 一会儿, 你先和拉飞一起睡吧, 饮尿室的床单, 等小朋友起床了, 老师再来处理好吗? 嗯, 谢谢山羊老师。 谢谢你, 拉飞。 没关系, 我们是好朋友, 我会为你放手秘密的, 一起睡觉吧。 不完, 两个好朋友相互拥抱着, 继续进入甜美的梦乡了。 猪小弟, 你不是睡上午的吗? 怎么和拉飞一起睡呢? 嗯, 嗯, 我想和猪小弟一起睡, 我们是好朋友。 拉飞, 谢谢你为我保守秘密, 如果让小朋友知道我尿床, 那多丢人呀。 你的秘密, 我想让别人知道, 我就不会告诉别人的。 好啦, 猪小弟, 不用担心了, 我们一起出去吧。 我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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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再说? 这就是何游戏的。 我周围, 让你站着呢。 我周围, 我周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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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